高高的,啊,上不见佛,不把佛看在眼里叫做上不见佛了,啊,那就是下不见人,那就众生就更不用讲了,佛都看不起了,那还有众生就更不用讲了,邪佛的最严重的就是傲,慢,这个就是很可怕的,上不见佛,为此着魔的人做事先言,佛所以称佛,善要三大, 阿生急急修行,怎能比得上我一念,即得顿正呢,啊,今日有所谓的极客开悟啊,且自称无上师者,不正好就被佛说中了吗?啊,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,生多疼的呢,我都说那左人,啊,现在不敢,现在不敢,现在年轻大,所以我年轻的时候,嗯,就是不怕,啊,现在, 年轻大了,我希望能够,啊,安和乐立和谐的一样天年,啊,且无上师者,该为比佛还要无上,其狂慢就可以知道, 下不见能,此意如同,目中无人啊,啊,为此着魔之人,又做事先言,至于一般人,皆是一切凡夫,善且不务至心是否,又怎能得知我所正道的无上境界呢? 啊,今天也有人自称为大圣固执,大圣固执,你听不懂啊,这个名词是很严重的,固执就是,我悟到了大圣的究竟之理,没有能够了解我,我好像没说很厉害啊,意思都厉害,我好像害怕死人啊,固执就是唯一,我现在要向他合作,我是释迦牟尼佛唯一的独子,对不对? 固执就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境界,大圣固执,其目无一,指之看,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子,仿佛所有其他大圣在家出家佛弟子,全部都灭绝,一般好像被灭绝师态全部都干掉,灭绝师态你知道吗? 然后那个电影里面演的灭绝师态,灭绝师态,所以啊,在这诸位,你只要牢牢记住一句话,我们就等同着某,就等同着某。 谦华一点还是比较好,如果你牢牢记住说,我现在所讲的每一句话,狂妄的话,永远不会出自我的口中。 那么你所到之处啊,都让人家受欢迎。 有一次呢,人家来拜访广化律师,那旁边啊,我刚好在旁边做记录,那来的人啊,就很有礼貌的啊,就顶礼啦。 就非常的赞叹啊,广化律师啊,的持戒啊,或者教出来的学生啊,都很有礼貌啊,素质很不错啊。 啊,广化律师跟他回答一句很简单的话,但是你听了就非常感动。 他说,哎呀,广化还在学习,广化还在学习。 我出家几十年啦,持戒那么经年,过午不时呢,每天那个功课。 我告诉你,健康可能比不上他,他每天的弥陀经一定订七次的。 他在静静到什么程度,静静到凌晨几点啊,还没有做早课。 他就起来,在那边自己用功。 你全部去睡觉,广化律师还在那边用功。 他说,哎呀,我还在学习。 哎呀,听了这一句,让人感动不已啊,我还在学习。 哎呀,哪像现在的人啊,讲起来啊,全世界只有他行啊。 哎呀,所以你就知道,一个吃虑的人,或者一个大悟的人, 他的心是没有一点点傲慢的,是法平等,无有高下。 而且是真正体会真理的人,就有绝对的包容。 所以用一颗虚空的心,啊,过过我们现象界的每一分每一秒。 所以啊,肯低头的人,永远不会撞到矮门。 我们呢,肯低头的人,通过那个门啊,肯低头的人啊,永远不会撞到那个矮门。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啦,如果你肯低头的人啊,肯低头的人啊,肯低头的人,永远不会撞到矮门。 嗯。